他來源 就說究竟誰是背後 不知道誰投訴 因為他沒有說 但你運輸署是混蛋 其實運輸署這件事 也是現在香港政府的常態 特區政府的常態 是不需要的就不做 例如油證署的時候 無端端出來檢查 即是梁天琦選舉時 選舉宣傳品 鍾出楊子 陳國強 這些人 以為這樣叫表忠 其實由上而下也是 你去到你 整件事為什麼搞出來 就是你 林鄭八子 你是想去表忠 拿表現 他這麼政治正確 是不是要表揚他 想快點抄運輸署的署長 這個圖很正 我之前 有些報料人士說 有人善妝對林鄭 這條逃犯對條例 下一次我會說 收到資料 究竟是哪一個人 我先給一些牽絲 原來運輸署的署長 叫陳美寶 那個名字都很壞 那個人是美什麼寶 吵你老母子 臭氣 Mabel 這樣就不要吵Mabel 我媽媽叫Mabel 吵你 你真是吵我老母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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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母真的叫Mabel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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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健波 陳某波 好人好者 不會說我的名字 有波字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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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IO 安静子 我奸神 安静子 安静子 大王 大王 玩 阿尔 阿尔 ه coupe общем 啊 啊 穿风 穿风 快奔 快あ 快 快 快點快點 快點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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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這不是很難 一排一排一排 現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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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打人 不再打人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首先我们的Operator Mew Mew提醒大家 你不要再说陈宜了 说陈宜会暂停你的留言一会儿 而我不知陈宜是谁 因为太郎恐怖了 虽然我也不想再说 他以前也有一条有夫之妇的儿子 也三十多件 我都说这些是送给人都不吵的 送给你抹大个嗨也不会有人吵的人 大家讨论来做什么 昨天招呼了他 不需要这些垃圾 因为Mew Mew Mew 大家不要再说他了 我们说Mew Mew 你第一次已经 我们不是这样的吗 和你做节目的风格一向都是这样 我打算配合你而已 我一向都不是这样 你一向都是这样的 他无端上我节目那里 有什么说咸咸 说吵架 他就是这样的 那些不是咸咸 是正常的 我现在上你的节目那里 当然是堵乱 好 我们来说一下武汉 当然要揭衷在哪个先鸠林郑 去搞这条所谓的逃犯条例之前 那武汉就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说香港的反送中 现在影响武汉 首先大家看到那些片 第一 武汉的人几个勇姆 是吧 喂 打刀剪刀 是打到警察 那些口号是 你香港也不会说打到黑警 喂 人家刺激烈过你十倍 你谈论是否看得到 用你屎眼看看 阿B 还有 人家的警察对着人家 不停冲击你的防线 对你看到 人家可能他没有钱买 是不会全装 有很多年头盔都没有 有些是连警棺都没有 有些是处期吹吹吹就算 对不起 这个预算不够 是啊 真的 喂 你可以看到 你香港是用了橡胶子弹 用了所有东西 香港就专业了 就是香港 无论示威和警察 大家在不同的崗位里面做的 就是专业 你刚才看看武汉的人民 那些示威者都是 那些警察也是 是啊 有些真的这样撞 第一条是有些坐在你防暴面前 就不让你走 很厉害 不断人长人脸地撞 很厉害的 不是我只是开玩笑 但是 你再说一下 因为它不是荣村 你想说什么 它们是反那些 焚化炉 我又不是想潑大家冷水 我想讲一下历史 这件事由28日到现在 就很多天了 最高峰的几万人 就是武汉市新州区的阳楼镇 我讲一下历史 譬如在近一点 不要说去那么远 2014年9月 当时在南岳阳 也在武汉里不是很远 2万人上街 是湖南 超过几百人绝石 反对兴建发电厂 今次武汉就是垃圾 焚化炉 2014年5月 在杭州 又是 初初几千人 后来有几万人 甚至是 消理公安 消了警车 很大的镇压 很多人流血 堵塞了几条高速公路 又是发生过这样的事 2014年3月 在茂名广东 反对建发工厂 其实同一年 在宁波 昆明 大明 也有试过 几千人几万人上街 塞马路 在农村地区 甚至拿泥头 拿铁头 去和公安防暴 死过 2014年2月 东莞鞋厂 又爆发了几十年 最大规模的罢工 2014年4月 广东想建二甲殯工厂 又有几千人出来反对 二甲本 有几千人抗争 即死亡 2015年6月 大家记得 因为我做新闻提 做了一个星期 由6月22日至29日 整个星期 最后超过五万人上街 在上海 反对兴建化工厂 在金山区 甚至有警察 拿枪指示威者 都没有开枪 刚刚上个月 广东也有几千人上街 反对兴建垃圾焚化炉 其实这些新闻 或者类似这些 就是清远 是私空见惯的 大家也不必要投放过大的希望 希望 因为首先 他们不像我们香港 也不像华西亚 刚刚有些朋友 支持我们 就是华西亚朋友 叫我们去加油 他们不是争取民主政制 他们是争取 因为他们只建了法工厂 连续几多人 水源 空气 受到污染 身体会很差 有硬症 血又有问题 他真是为了健康 而你看到 有些永远是 指反地方 不反皇帝 跟刘文鴻一样 你看到 那条监纳也看到 立即下跪 王上的 就是习大大 救救命 有些人会玩这招 因为如果 指反贪官 不反皇帝 上面都会 松手一点 会牵就你要求 因为次次最后 那个厂 那边的人 又会出来示威 所以你看到的 首先 不要觉得 香港的运动 就会影响到 武汉又来了 什么什么 完全不关系 因为这样的示威活动 其实是有的 在中国里面 很平复 每个月都有 很平常的 不只是化工厂 甚至是一些 一些 凡化老婆 几少有海南 有发生地方 都有的 都有的 不要 对中国不理解的人士 不要一厢情愿 觉得我们能够 就 我们是否影响到 什么什么 不可能 第二 为什么影响不到 其实我想说 我也认识很多大陆的朋友 是 他们在大陆生活 就是香港人 很多 其实 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 你看到他们 拉拔拉也好 要习大大来打救他们也好 一直以来 几十年来 都好 这一班 他们心里面是奴才 你明白吗 他们觉得做奴才 都OK 我甚至认识 有饱饭吃就可以了 有饭吃 有没有 即是 吃分屌而已 因为 不是看低他 我也不想看低他 如果你说 爆发到一个 就是 我在这儿不断思考 我们的运动 如何去反敲 咦 核弹 我们有开核弹 是不是 将我们整个香港的运动 打包 不知后 向全国的宣传 是不是可以成为核弹二 就是影响 希望 中国不同地方的人 他们又放在一份 真变地开花 又是不是 成为了一个运动 继续运动下去的东西 我都很天真地想过 一个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 再想深一层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对比起 他们的父母 背又好 什么都好 你现在大陆那群人 他觉得 中共管治是没有问题的 他觉得 他自己生活在极权里面 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会为极权的辩误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听过了 我现在有这样 这样的东西 好了些了 然后 有很多人 好像Jayden 这样说 在慕榮 很多人被人抽后算账 哎呀 不抽后到我家就算了 是啊 不知我母少也算了 保治也算了 因为这个是奴才的民族 奴隸的民族 你想想 从来没有民族 是被极权 去欺奸你 虐待你 然后他主动 在被人虐待的时候 去为极权 去辩护 千方百计 去找藉口 去帮人说好说话 真的瘋了线 例如最近他们那个 其实是翻墙犯法的 现在就说想雷利执行 去到一些在北京堆住的小市民 都是担心的 就是说 有些做生意的朋友 就是北京做生意的朋友 他都说 不是啊 我老公叫我 都不要 因为他是香港人 他说 我老公叫我不要再翻墙 翻那么多 那些东西都删除了 喂 喂 你明白吗 他们是在一个极权 一个没有自由的环境 而他们不反抗 他不明白 喂 如果 我不想被人抽后算账 如果我不想以后再翻墙 你搞定政府 拉了他下台 你就不会被人抽后算账 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要斗狗他 因为不是你死就我亡 他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真的是 神经病 就是 中国人就是这么久 所以为什么要做 你老母中国人 去当年 所以 我又不是说 所有事情 我都是持开放的态度 我知道你开放 是的 我个人是开放型的思考 所以我觉得 我们香港的运动 怎么走下去 或者什么呢 其实我们香港是震惊了全世界 但是反而 震惊不了大陆人 你明白吗 所以下一波 喂 他帮你留 他不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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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两边都说你留 官员都说你留 人民都说你留 官员都说 有没有推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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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警察 有没有放火 他妈里面这个邻进 这个邻进政府 不知道这搞啥 他妈里面 为什么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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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个护士 杀他一个 落花流水 这个人 搞什么鬼 不过现在你说真的 想变 想变 不想变 不想变 想变 都未去到香港警察 那样的暴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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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广州人在看食材 香港的那么和平 什么 文物又不破坏 图书人不破坏 那么和平 就打他 那些警察 那么少人 就打他 都可以 等他 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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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官就打他 他 是 那就可以了 就是两边都是 这样就屌你了 中华民 中国人这么厉害 你们屌你了 应该去试试他 把口袖劲 退打嘴炮时候 对 事实上共产党 就继续退休息 真的打的时候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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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黑 你去吧 这些东西 真人 就出口 笨人出手 我像笨人吗 笨黑 全黑 这个是 其实 像有对手 我有办法 最后 他依然在茶餐店里 出去 但我想你去看 你去探某人看看 你看这些片 你在吊实香港年轻人之前 还有 新疆 现在十周年7月5日的骚亂 中国都安装了很多手机程式去监控新疆游客 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个极权是每天都在做很多陷家的事情 我们就从来不要说什么见好就收 刚刚我说了一个听众留言 多谢幸福小管和威敏的超级留言 CSCS 他留了一句言 他说我已经爱上喵喵了 CSCS 你记住 看着我 喵喵那时看到这句留言 他有什么反应 他是这样的 这样的 我不知道他是 嵌了 还是軟了 还是松了 有的 我真的不知道 看到有人说 我已经爱上喵喵了 就 掩住嘴 就是他怕失礼 被我们看到掩住嘴 现在就要说 究竟谁 我们要爆料 是善救林郑 做成罪魁禍首 首先 其实台湾在去年的3月4月7月12月 先有四次叫香港政府回应 他们是有方法可以抓到陈同佳 引渡他回台湾 去受审他杀人的嫌疑罪 因为其实台湾和大陆 他是有跟着这个刑事罪 是可以用国际刑警去引渡你 在哪里引渡呢 就是去金门 这叫金门协议 透过国际刑警去做事 谁知道 香港明知 都不回应 可以做事都不回应 你说不是 台湾和大陆有个金门 其实你香港有什么地方 就是西九高铁站 一地两检 拉他上高铁或是上那一层 入境他那一层 你就可以搞定陈同佳 你就不做不回应 所以一些蓝丝 那些高智深在说 你们释放了陈同佳 令到他没事 你不认识 因为你没有看新闻 因为你不知香港政府多贤 根本 然后有个人 叫做雪厂街十一哥 那为什么叫雪厂街呢 前排大班就爆了一个大律师 因为大律师香港也很有地位 排名也很高 而这个大律师其实野心也很大 虽然他为什么叫十一哥呢 喜欢搞一些未成年少女还是少男 但他很有野心 他的野心是因为他觉得我这么厉害 以前我做立法会议员 在民主派是数一数二受欢迎的 一直弹吉他唱 每一个晚上 很厉害很多女人都想我 连年少女人都想我 所以就让我搞 他觉得我不是一个行政会议成员 我应该有机会做律政司 你看 大波华的质素都可以做 竟然不到我做 不认为是 他连申报都不懂 连僭建明明识又扮不懂 那么多东西不认为 那儿子有利益冲突又不申报 没理由不到我 我畢竟知道 好了 但因为他不是根正苗熊 他当然要找些东西去博上面欢心 上面才会看好你 因为你不是根正苗熊 就像你何君耀那样 你要扮瘋子 上面西环才可以 可能会考虑一下你 他也算是真心 他就是湯家华没有群楼马车 不是 十一哥而已 因为在雪厂街 大班就爆这条十一哥 在雪厂街 就对着整班泛民主币 跪在那里哭 就叫中联办 大家不要爆他的材料出来 所以叫雪厂街十一哥 居民大班看过那条片 是 这是江湖传闻的 大班说话 这些话 大班平时政论你可以不同意 但他爆料 就一定比刘青环那些 可信程度高很多 大班对那些爆料 尤其是泛民那些 因为他都说是一个 泛民共主他之一 譬如阿肥佬黎 阿肥佬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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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话说前段 有条件叫肖建华 你知道很多钱 你多辛苦 上面才找人去到四海酒店 拉肖建华上去 你知道在香港 有很多是江泽民派系官员 其实很多资产 就放在香港 这些资产其实呢 平时在大陆 可以只眼开只眼闭 都自己有 或者 虽然现在习近平天下 都不然打到他那么厉害 你香港 你知道很多共产党人 走资放很多资产 好了 但现在发生什么事 这一两年 中美贸易战 特朗普要制裁你 现在大陆兼制全部水紧了 水紧的时候 你少少钱都是钱 但随时你这些江泽民派系 或者不同派系 你团派系 香港资产 是几百亿几千亿几十亿的了 于是 这人说 喂 林郑 我十一哥 我不会搞你 你放心 你这么样子 我搞小妹子 不过有条路 我想醒你 记住这条路 是我提的 你都知道 你公务员出身 你和曾蔭权一样 曾蔭权下场是怎样 你不是不知道 你不是跟正老蒙董 又不是跟梁振英 你又不是共产党出身 你不是共产党党员 你随时 大日都被人斗 我又想上位 我想有些投名状 因为我都转会他过来 你现在 习大大 上次和你平牌都信你 信你不够 你迟早都会被人斗 叶楼淑仪 梁甘松 那些梁振英 又想翻阅 留住你的位 有些东西是突破到 拿到上面的欢心 说法律 又被人醒过我 大波华就不会说话 你知道他们不讨厌你 得对波之外 是不会有什么提议 你找得我来行政会议 是不是 证明大家都自己 有了 坐着一条船 这条条例 你一立了 可以帮中共拉到很多钱 回上去 就会很快 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帮到上面 兼且 如果这条条例立了之后 23条都可以立了 23条就是你最大的功劳 首先23条你都要找一条条例试水温 刚好现在又陈同佳案 是不是 喂你有了藉口 台湾那边 你不要放他 你不要回应他去台湾 透过陈同佳 透过女死者 踩着女死者一条 就提出这条条例 你就行啊 林郑 到时 你不单止平牌 那么简单 随时可以上农床 哇 那林郑说是 到时我就有机会连饮 于是 我什么妹妹的形象都一次过可以清洗了 就向上面提出了这条条例 之后的事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大家就有目见到 这个政圈就流传了非常之久 就是这条条例的似作俑者 四海 整条例的似作俑者是湯十一 就是这条条例的似作俑者是湯十一 就是这条条例的似作俑者是湯十一 在二百万人上街那天支持六一六之前 那一早上他都还上商台 都还在说 还在售 甚至前几天都在说 这个十一哥 解释得不好 其实这条法例是法治 还在说 所以 还有也有传闻说 这次很可能要叮走大波华 就要叮走 是的 很多人就觉得 会叮走大波华 就会你湯十一上 这条例 就是说了很久 而我也有些少了爆 是 是 因为大家知道 他以前的党是什么党 就是湯十一 是的 那个党和你很友善 是的 我亦都认识里面的一些 可能多 去到中委会的人 或者是 交层 当日 保选阳乐桥的集会 都是你有份搞的 那些不再说 就是 我想说 就是 我也认识他里面有些什么 以前我也认识一个人 以前是在党部 他是新东的 是 你也知道我住新东 我也有很多新东的朋友 是的 那我在他的中委会里面 就是一个 其实跟湯十一做了很久的 一个公民袋成员 我跟他问他 我为什么 这个样子 这样的样子 就是 你们的公民袋 为什么会屌你老母 是出了一个这样子 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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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但是不加产的人 原来他是很过瘾的 原来这个人 以前在公民袋的时候 是 经常都想自己是 会有执政党 就是 变成一个执政党 公民党当日的党 又说要执政党 是的 然后后来 发觉根本没有可能执政 然后呢 他就走一条路 就觉得自己 就可以加入 可以做更多 就是180度大转变 其实他当年 已经 当年 已经有一个想法 是要做香港的律政党 随时 随时 这一句 谁说的 是一个 真是 里面的 我这样想 可能他说 衰十一 是找一个藉口 自己可以好看一点 就转体 也不出奇 是 是 在圈内 就是说 我都被逼过 我都不想的 他现在是一个厂障 也都 看到他是一个垃圾 就是过街老鼠 是的 我想他这次 就算在整个政圈 他这次是回不了身 为什么呢 中共用人是很特别的 就是 你一次 身家清白 是的 你要够中正 一定要够蠢才行 是的 他就是不够蠢 三姓家劳 这些就不容易用 只有凡徐泥泰 是可以的 是的 譚慧珠 那些 所以 你这些人 就未必真的可以 可以 这么顺利 做老头正正 你想想怎么服众 就是 所以提出一些功劳上纳 谁知道 最后 不单止只有吉 闖了大禍 这些 即是 离天大禍 偷鸡不成就吃渣米 陪廖夫人游截兵 你说不是中央的意旨 不是中共的意旨 一定是 这个一早已经说了 知道了 因为林郑自己对着 你老母 对着麦美娟之流 都说自己坑偷牙 你明白吗 是的 就是说整件事 陪廖夫人游戏 所以现在 就是要看见试点发展 最近很多人都在问我 喂 下一步会怎样 会怎样 接着会怎样 我也不认识 是吧 群众决定 所以我就不会作出 任何的预计 未来会怎样 什么 你猜到未来会怎样 你有奖吗 你猜到未来会怎样 你猜到未来会怎样 所以我现在又要吊致你老母 就是那些 吊你老母 整天又猜猜猜猜 又说我预计这样 又说什么解放军 香港不会去军管 那些嘛 老而不陷家产 吊你老母 你知道自己说话 相反可以对加的 吊你老母 我怀疑你收了共产党钱 不用怀疑 肯定是 吊你老母 你老母 你肯定收了共产党钱 就算去不去收 他的儿子收 你老母 你这个生火 他的儿子是捐钱给黑警 吊你老母 你个儿子投共是知道的 你个儿子吊你了 你家公司叫做什么 吊你什么 吊你什么 诊葛4D 吊你老母 一毛子一鲜 都不值那家公司 就是他这样的 你老母 整个派系 我告诉你 现在个个吊你老母 连吴志森也认识 连吴志森也认识 和Q仔 Q仔这些都认识 我立即原谅他 你老母 你还在扮智慧老人 你还要吊你老母 香港又不会军官 我越说越恐怖 越说越离谱 香港不会军官 其实我只有三岁小孩 都说不出 不是 我不是说他吊你做预言 你知道他会开对家 有一次中的 不就中林郑 我中林郑 最不想你中的那次 你偏偏中 所以你 吊你老母 你别敢说 我求你为了 参与者的安全 为了整个运动的发展 真是 预计少一点 被你猜到 那又怎样 你已经很聪明了 你已经很聪明了 又有钱又聪明了 你很聪明了 不要再做什么预言不好 不爱 我求你 求你 好像习大大那张Banner 我求Banner Hill 山大大 山大大 不过说真的 这次有很多 罪着老蕭和陶杰 很多人都说他们out了 陶杰我就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他这段时间 整天都说完 一冲进立法会 就整天都说完 那些 当然他们是很担心的 逆转盟 你不用担心 第一怕逆转盟 第二怕出老解 这两个人很害怕 而且那些年轻 都聪明到立法会 不破坏公物 不破坏古迹 不破坏图书 这些你也想不到 他比你比你十倍 担心 担心些什么 浪费你 大小世界 世界不认同了 其实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大家是要 要信任年轻人 信任群众 初初胡志偉 都想着自三到四 都是被人吵了 信任运档 张超红 白头佬 今时今日 我们这么恨民主党 都好 我不会吵抗俊宇 你明白吗 我不会觉得抗俊宇 是吵你的老选票 他在他的法会 是做得很好 当然是 就算 你说 都不会在这个时候 吵架他 一定会在这个时候 但是 海森手 都不会这样 就算你说 胡志偉 我们一直吵了他几年 但是 很算 都下去前线 做事也好 你都一起 先问他出去 是吧 最基本的 就算泛民那些 吵你了 就像警察 吵你了 就像那些警察 你不要像上一次那样 最后那天 刘慧卿出了盛庄 坐在那扮被人逮捕 是吧 平时人出现 即今次闪了很多 不过这样 最近呢 陈健波就说 财委会希望以书面认识 通过一些没有争议拨款 最初黄碧云就说制 你知道民主团是最容易中招的 毛孟静立刻说不制 最后泛民现在都说不制 建制派呢 他是这样的 有些说希望 因为有些怕警察民生 但大部分都说不行 为什么呢 如果这样就是对着民主派 对着泛民退让 那他们就变成是中容了一些冲击的行为 他们会得寸中尺 那你见到 其实说到尾 建制派 你可以为民生的时候 他为了打击政敌 连民生都放在一二变 这就不是建制派的真面目 全家产 所以你说 还有什么 我们没有说嘉宾 唱不唱的镜 大家平起平坐 对不对 还有找阿东来 老师来给他发挥 对不对 我和阿正做了 就是等于 亨利在他旁边 帮你排完东西 等他发挥 没什么所谓 这些就是搞分化 这些留意 就是 但不用怕 没那么容易可以分化到他 怎么会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 你知不知道 我们是大谷人 对吧 放架 你听到很重要 出来滚 不是出来喝东西都一起去 他们说 滚大火锅那些 是大火锅那些 吃大火锅 有一个人 云立梁 他来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他说 南京条约的正本 现在在台湾 在中华民国 虽然中华民国 就从来未统治过香港 是 我经常都说 他说 不如这样 南京条约 你跟他这个 收回香港 把香港和台湾 和中华民国合拼 行不行 这些不要想 说真的 你想这些 不是说是无谓的 这是很难发生的事 你看英国 收回我们 好过了 你看思维中英联合声明 然后恢复民主权 97年出生的 我们就去过去那边 又或者台湾大选 你老婆 突然之间 美国佬路撑台湾 然后把台湾变成航空母船 帮国民党反 不是国民党 大陆好过了 你反正都是吹水 是不是 你想想 如果中华民国 现在要光复大陆 进攻大陆 光复大陆 是不是 你想想会怎样 有英 美 日 韩 台 澳洲 澳洲 六大联军 纽西兰 加拿大 德国 十多个国家 佛罗 现在不知八国 还要出师有名 是八十国 还要出师有名 你想想 中华民国 其实现在还是一个合法的政权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没有灭到你中华民国的 其实现在 那两个中国 都是实体的政府 理论上 是不是 在两国的宪法里面 都包含对方的土地 你要知道 其实现在中华民国 是绝对可以有权 明天就发动战争 我光复大陆 反攻大陆是可以的 理论上 对不对 所以我 讲到这些超幻想 情形 是 我就整天想 不用那么多幻想 倒转一样东西 整地蒸 整地水 倒你了 那些飞机倒你了 不要想到那些 基本上 当然是不会这么 还有 有一条叫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你要先废设一条条例 还有 台湾人 其实跟四海高 他们说 以我们观察也是 台湾姑爷 大麦 那些都是 台湾人 对着大陆人面前 是觉得自己高一顿 会有自信 但对着香港人 你知道很多台妹 被港人追求 他总是觉得 因为以前 四二小龙年代 都在香港 在台湾 会有少少 不是那么自在 所以 更少觉得 香港人合拼 会有一些经济 一开始都走下 台湾有帮助 他都未必会 所以这些事情大家不用想 不过这样 就是不会 除非支拿爆破 中国发生了一场巨变 各省 共产党四两三 即共产党 各省宣布独立 然后 无端端 无端端 湖南军区 加上湖南湖北 两湖宣布独立 两港 全国联统一团 然后 台湾 军伐国居 对了 军伐国居 打造一团 你说起以前 对吧 你知爆了 那来香港你就想 到时候 喂 香港怎样 我们是跟回 大喜国 但是没死 中共没死 中共就是 管局东三省 加上这个 即是以前直帝 加上北京 亦河一帝 亦河一帝 不用跟 自己举旗 当然 自己举旗 我告诉你会怎样 我告诉你 当然香港进行一次公投 到底我们是自立成为联邦 中国人民共投 以国际 中国人都计算 中国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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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独立国家还是中华联邦 好了我跟你说 接着会怎样呢 780万人公投 我跟你说社包单 斩头都可以 这个我可以做预言 肯定是过半数说要聘入中华联邦 你说什么 你香港有这么多大中华交 不过说真的 以前百多年前的人 几十人先进过你 你想想在北洋政府也要死五年 兼且又有奉系又有直系又有婉系 接着你曾经李齐心又整个福建人民政府 接着陈济唐李中仁又想到两港事变 不过呢 当时共产党都说残日两次共产党 都是把口说残最美的实际行动 所以两次他们都是失败的 说起前段话一件事 说大公报和点新闻 收到一些 就是录音对话 就说现在有些人出五百元 甚至五千元 二十四小时工作 要你挖砖 扔鸡蛋 做先锋 那个电话 原来一听 就说郭文贵和梁仲恒打电话 那昨天云立梁就说发生什么事 他说有一天 即是七月那天 一日 你知道是很吵 有记者就递个电话给梁仲恒 他说 一听 里面那个就是郭文贵 其实很吵 梁仲恒也听不到 就说多谢 那就成为了你的点新闻 大公报就屈 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记者 那早上我也有个很旧的朋友 他也入入于普通的生意人 他也传了这段短片给我 是 是不是巴士要收钱 是 都暗能够了 首先我觉得他挺暗够的 你不知道对方是大纪元也好 是什么新闻 还是大公报想做够你 你不认识的记者 就算是递个电话给你 你千万不要听 等于他 那次我也提醒一下他 因为其实他很有热血 也都言清他有围 等于说要围警做了他一次 其实他就没有份 呼吁大家一起去 是呀租殃 有些人因为他站在旁边 最后就说这个一屎两 又不捱到最后走 有时你要避忌他一点点 下次不要种这些招 但是我想说 就是屌你老鼠 两句多谢多谢 你就屈到说什么 五百元收五千元 又砖又弹又做前锋 根本就没有这些内容 生厚白做不要紧了 然后你那帮蓝丝 就找这些所谓的证据出来 还收钱 是不是这么扑街啊 你们 不过现在是这样的 那些人专业 拿起来这些 如果屌你有老 就不做蓝丝 有做蓝丝的媒体 那当然是白痴的 我想我们听过这些 听众应该不会说 没有这么弱智低B 反而所以 要屌他低B 其实应该是浪费气 所以反而是如何对付他 我看到网上 年灯好高灯好 就是网路好 大家都是在想办法 如何去反他们这些公势 去澄清所有的真相 所以我觉得都要赞回大家 这个礼拜 其实这个礼拜的战况 其实是好的 很多人在不同自己的崗位 例如不同的年纪 职业也好 或者自己的不同的地盘 各范的KOL 甚至是有口的出口 有笔的写东西 有写东西的写东西 大家就算不写东西 那些路线 大家是做得很好 很空前的 很空前的 在网路上面去顶住 这个敌方排山倒的公势 这件事是请少少大家拜 我觉得大家做得好 不过这样 现在8点07分 我们只是做了三节 我怕会打破昨晚9点3才做完 这样算的吗 是的 做六节的 六节办 你不是完的吗 我们有六节节目 我十点做节目 我怎么捱 最少要做到第五节 他跟你说 现在休息一会 待会第四节 大家一定要广传 因为一次过要告诉人 撑警的暴徒是多糟糕 休息十秒后退回来